我們今天要先看到108頁第六章 妨礙性自主罪傷 我們上一節課交了305 對不對 然後事實上一般的個人自由法義 還有部分還沒講完 例如說306 307 但因為我想把黑板上這個比較重要的議題 因為它能夠一次性的 至少黑板上上半部分能解決掉 那我就先講這裡 OK 我們先看妨礙性自主 這條碼區我們待會所講都是從200多條開始 表面上是侵害社會法義 但是那是當年古老的時代之下 也就是黨國時代之下出的觀念 當時候罪名叫強暴罪 現在叫妨礙性自主 那因為罪名不同代表當年的思維不同 OK 我們把這個思維拉回到現在 那把我律師一條以下 妨礙性自主這個罪傷應該是在保護 個人的自由法義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例 想要跟誰發生性關係 那是你的自由 它跟真相完全無關 OK 好 我們先掃一下大體系 這邊的罪名總共有從221到229 但你可以看到229那個條文 它沒有在黑板上的體系裡 因為那個是不知所言的條文 事實上中華民國刑事案例裡面 沒有人成立過那個法條過 那個等到我們整個體系 講完之後再講229 那黑板上的體系就是從221到228 怎麼切 法案先制組一開始 你在看罪名的時候 上半部跟下半部一定是互斥的罪名 這個觀念很重要 上半部是違反意願 下半部是雙方合議的 這兩個一定互斥 好 那所以我們回來到上半部 上半部的違反意願裡面 最核心兩個條文 221 強制性交 224 強制猥褻 然後呢 強制性交背後有一個加重版 加重強制性交 224這個強制猥褻 背後也有一個加重版 224之1 加重強制猥褻 你就記得一句話就對了 雙核心 違反意願先制雙核心 所有的雙核心就是 強制性交 強制猥褻 然後還有一個擬製的 也就是說 好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東區檢視案 例如說有個女生自己喝酒喝醉 喝醉了之後 然後你開車經過看到一個 喝醉了你就把他帶回家性交 當時候他是處在完全不知 或者是不能反抗的情況之下 當下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舉一個 比較好笑的一個具體情況 你檢視之後就打他兩巴掌 說要不要刑事 他完全叫不醒 完全叫不醒 這時候法律上你制 你是違反意願 好 這個在225 叫做趁機性交罪 趁機猥褻罪 他的樣態上就包含了性交跟猥褻 OK好 那這五個條文 後面都個別有特別的加重處罰規定 226條加重結果犯的特別規定 226條之一結合犯的特別規定 這個體系先記住 因為強制現交罪章 這邊違反醫院考試機率相當高 然後如果考私立同學 這幾年三等考試是 大概每兩三年一定會出 然後私立同學是 從一百年新制到目前為止 居然沒出過 太詭異了 然後下半部是一個雙方合議的 那雙方合議為什麼要罰 年齡太小 那事實上 227這個條文根本放錯位子 他根本不應該放在這裡 今天如果是梁小吳才弄 雙方合議的為什麼要處罰你 是因為太早有性行為 可能會影響到你日後的身心發展 所以227這個條文應該照理講 放在哪裡 侵害個人身體法義罪傷 而不是妨礙性自主 好 那228這個最後一個結尾 利用詮釋 這以後我們再講 OK 我們先跳回上半部 上半部雙核心裡面 妨礙性自主的雙核心 強制性交 強制違憲 我們先來看到 強制性交罪的部分 OK 強制性交罪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條文221條 對男女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前面一組瓜糊 來 前面這一組瓜糊有個特色在 什麼特色 它是一個強制手段 而且這個強制手段的程度 你光看到前面強暴脅迫 它是一個高度的強制手段 我們腦袋裡面先想個最簡單例子 假把以五花大綁 假為什麼把以五花大綁 目的就是為了對他性交 這就是典型的 適用強制手段 而且強制手段適用到很高度的一個情況 好 但221的考試重點在後面這句 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真點永遠在這句話 把它刮呼起來吧 好 我們重開一次 對於男女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為性交者 那第二項罰未稅犯 請注意221止罰 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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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罰 遇備階段 然後我要你馬上跳到125頁 雙核心的條文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待會有些要件 我們要一遍解釋 125頁最下面224條條文 強制違謝罪 對男女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來 右膝子刮呼 這時候你就直接刮呼什麼 其他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那只不過是221的性交行為 來到24變成什麼 猥褻行為 然後猥褻行為部分 你請注意 立法形式上 只罰 避罪 不罰未遂 好 看完兩個條文之後 你大概也知道 待會客觀構成要盡要解釋 重點在哪一句 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然後一開始 看完這邊之後 一開始我要你 看一個題目 這類題目 居然都還沒考出來 但 社會新聞裡面超多 看到116頁 這我自己擬的 但這個你的判決 這個你的考題是跟從 是從判決書裡面 擬出來的 126頁我們看第一題 A女因為事業不順 加上擔心男友 會跟她分手 所以就到某個神壇去救助 那基同假的告知 A女呢 因為她鬼魂纏身 所以如果不擺脫厄運呢 可能諸事不順 甚至會有生命危險 那為了擺脫厄運呢 必須要跟同男性交 那講的並表示 自己就是同男 而且願意跟A女性交 讓A女擺脫厄運 A女聽性假 而心生委屈 後來就跟假做性交行為 好問你假的行事責任 這不就一般我們在社會版裡面看過的 我用簡單三個字 來 神棍案 神棍案的一個啟示 你知道嗎 只要敢講幹話 人人都能是神童 都能是同男 只要敢講幹話 人人都可以是同男 你看那個社會版新聞 常常不都是幾乎這類的案件 不斷都在copy嗎 然後不斷都有人陷入那個 詐欺的行為之中 然後接下來都擔心自由 厄運 然後就跟同男性交 看完那個題目之後 我再補充上兩個 應該其實是一個 因為餵毒跟餵藥是差不多的 餵毒跟餵酒 蔣男現在一開始 就是為了想要對 乙女性交 那他知道乙女現在呢 剛出社會可能剛接觸酒類 譬如說好白葡萄酒 黃葡萄酒 天天的 他有點興趣 賈男後來就借機約了 乙女去品酒 那他知道說 這一類的酒類 其實一開始是很好喝的 但到最後 後坐力是很強的 他當時候 帶乙女去喝酒的時候 本來就是想要借這個機會 讓她喝多了之後 但請注意喔 這不是強灌酒 我沒有強灌你酒 但我只不過是利用 我知道 我帶你去喝酒的時候 你自己一定會多喝 因為你不知道這種酒類的 後坐力有多強 那我就想要利用這個情況 等到你喝醉了之後 對你做性交行為 OK好 那乙女後來果然喝醉了 在品酒的過程中果然喝醉了 假後來就對乙做性交行為 剛剛的例子 我只要換成是毒品也可以啊 譬如說 乙現在剛剛 乙對毒品有好奇心 假就利用他這個好奇心 提供他毒品 那乙現在 使用這個毒品之後 果然後來產生 全身貪軟無力的情況 假在這個情況下 對他做性交行為 OK好 包括我剛剛模擬那個例子 我後面有講的兩個例子 知不知道癥結點在哪 回到21 看到108頁 一開始我們先從 黑板上這一個 221條吃 考點都在構成要件層次了 主客觀各有 來請你告訴我 我剛剛三個例子裡面 應對的法條的要件到哪一個 我剛剛講這類的考題都還沒考出來 尤其是我剛剛一開始模擬 從判決書拉出來那個神棍案 客觀構成要件 黑板上這團 我剛剛一開始不就告訴你嗎 221條哪個最重要 手段上的其他違反醫院的方法 OK好我們先從這邊講開來 我們看到108頁第一點 保護的法醫 這是一個性自主決定權 那本次要保護的法醫呢 是個人與性有關的意思決定 跟意思形成自由 包含了個人對於性的自主決定權 跟身體控制權 其實重點都在第一句話 性自主決定權 OK好我們看第二點 客觀構成要件的部分 我們看光一行為主體 不過男女都是本色的行為主體 修法之後本色已經不是身份犯 221條是經過修法的 早期女生對男生強制性交 不構成強制性交罪 頂多只構成強制猥褻罪 因為早期實務上 限於強制性交罪主體 在於男對女 很不公平 那修法之後OK 他就變一般犯了 所以女生有沒有可能會 對女生也構成強制性交罪 也有可能 OK好我們看光二行為課題 必須要是走手承認性交罪的時候 被害人還是個人 因為你對人強制性交 才會對那個人的性自主決定權 產生侵害 那如果一旦當下那個險點 他已經死亡了 你頂多成立的是 247條侮辱屍體罪 你不會構成強制性交罪 我先停一下 我好像是行訴還行法 不知道哪個段落 我之前講過屏東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件 當然被害人當初是一個 小六的女學生 然後行為人是 他爸爸在工地的同事 他那個同事也是犯罪行為人 犯罪行為人犯案當天 當時候代理把大型美工刀 然後帶了一瓶高粱酒 只是要去找那個悲函他老爸 找他老爸一起喝酒 結果沒想到他老爸不在 留下一個小六學生在那邊 然後後來行為人就是 用高粱酒灌他 灌這個小六學生 然後接下來客觀上做的事是 還用他當時候蛇身帶的大型美工刀 一刀一刀把他刮下來 這個案子打到上根六 我看到的時候已經上根六 最高反應撤銷發回六次了 有一個點一直離不清 那個點是涉及到說 行為人後來用他的生殖器 進入到這個小六女生的陰道的時候 在那個時間點那個女生到底死了沒 因為當時候的法務部法醫 法醫這一邊的鑑定報告 跟台大醫院出來的鑑定報告是不一樣 一個是認為當下已經死了 一個認為當下還沒死 差別在哪 差別在於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221條能不能適用嗎 因為一旦當下他還沒死的話 你的行為才有可能會構成221 甚至強制性交跟殺人後面 還會變成結合犯 那假設如果當時候他已經死了 你就不可能會有結合犯成立空間 你到最後那個行為 只能構成247條毀損屍體罪 這是關乎2補充給你的部分 來看關乎3重點要出現 看到行為方式上 第一點強暴 第二點脅迫 第三點恐嚇 從第三點恐嚇第二行開始看 脅迫跟恐嚇都是惡害的告知 這個我們上一次在305有講過 早期有人會去分 對於現在惡害的通知 跟將來惡害的通知 分別去應對恐嚇或脅迫 但現在國內通說上都認為 脅迫就是恐嚇 不分將來跟現在的惡害 都算 都是所謂的恐嚇也都是所謂的脅迫 OK好 第四點催眠數好 一到四來我請問你 我們光用第一點強暴行為做指標 我剛剛才講過 一到四都是一個強制手段 而且是一個高度的強制手段 那他會引發一個爭議 來跳到第五點 第五點有幾顆星 有打幾顆星 以後複習的時候就知道 強制性交罪如果考深一點 一定考這裡 台灣中所謂的其他違反醫院的方法 好了這裡有爭議了 你的手段使用上 要不要到達一定的程度以上 來我們看真一點 他說學會上有不同意見跟爭議 爭議的核心在於呢 強制性交罪或強制猥褻罪中的違反意願的方法 究竟需不需要存在一個強制手段 還是呢 只要違反被害人意願所謂的 現交行為或猥褻行為 都能夠構成21或者是224 來請問你為什麼會有這個爭議 告訴我這個爭議的最早的起源在哪 最早起源當然就是在 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前面那幾個所列舉的手段 前面那幾個列舉的手段 都是高度強制性手段 那所以才會引發後面這一個 那需不需要也要像前面那樣的一個強度 懂了 這裡很亂 我講一些食物亂到爆 食物上判決書 你看完之後你簡直就發瘋了 因為食物上目前對於黑板上這個章節 它正在經過過渡期 觀念正在改變 以前的觀念太守舊了 我們待會兒先從學者這邊跑 這樣你觀念會比較清楚一點 來 我們先從學者這邊跑 從學者這邊跑其實就是 剛剛從 其他 違反意願的方法 前面那幾個 我們剛剛講強暴解剖等等 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高度強制手段 所以才會引發說 那你這邊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需不需要也要像前面所列舉的強制手段 那樣的強度 所以就會有衍生 強制手段必要說 甚至還有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都可以 好 那強制手段必要說 內部上又分 要有個高度的強制手段 來 我要讓你自己推理喔 這派人 最後的結局上 為什麼認為 強制新交作也好 強制委屈做也好 他們的手段上 那個所謂的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一定要到達這個程度 剛剛你看完了 我講過兩遍呢 一個類比的動作 去類比前面的構成要件的行為 這個最好懂 來 我們先看看 看到109頁 瓜乎2的部分 先看瓜乎2 高度的強制手段說 這說我林山田老師當代表 他所謂的違反意願的方法 依照條文的解釋 應該是一切跟強貌脅迫 以及催眠術等強度相當的任何手段 也就是任何可以達到壓制被害人 自主意願 造成被害人無從抵抗狀態的一個手段 這時候法定型來應對 才不會顯得唐突 立即行為的不法內涵跟行度可以相當 否則化 將會使得條文中的強制手段要件 失去意義 這一說的要求程度是最高的 反過來講 用白包板來講 他也是最不容易構成強制性交罪 因為他要求的手段高 這個要求的手段程度既然高 那未達這個程度 當然就不會符合這樣的一個要件 來 做個小姐 理由在哪裡 最派的人要求說 你這個違反協議院的方法 必須要是符合所謂的高度強制手段這樣的標準 理由呢 第一個 類比動作 類比什麼 類比前面強暴脅迫 第二個呢 他認為你法定型這麼高 你應對的不法內涵手段上 當然就要符合什麼比例原則 OK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瓜胡三 瓜胡三這一組叫做低度強制手段說 OK好 我們看到這派黃玉老師為代表 我們看到圓圈 手段方式上只需要拿到低度強制手段 不需要以類似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手動為必要 那只要行為人製造了一個是 被害人處於無助而難以反抗或難以逃脫的狀態 就是屬於行使強制手段 好 例如說行為人強冠被害人喝酒 還有包括呢 強冠被害人喝酒是被害人不勝酒力之後對他信心 或者是後面這個例子重要 前面這個例子對有程度的同學來講 你連背都不用背 是後面這個例子 或者是成人製造一個壓迫性的情境 使的孩童不敢去抗拒 來 看瓜胡裡面 這孩童為什麼不敢抗拒 因為不忍受性交行為 就要生氣或者必須他就要被害人受處罰 來問 大部分在這種案例裡面 行為人跟被害人有沒有關係存在 有 什麼關係 家屬關係 大部分都是家屬關係 我們待會就會看到這個真正的案例 OK 我們接下來看到圓圈二 成人手段施加之後的強制作用力 並不需要達到如同救法制止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 只要行為人的行為已經達到 使得被害人難以抗拒 甚或因害怕沒有抗拒 也有可能會成立強制性交 或者是強制猥褻制 因為被害人有時候會出於恐懼 而不敢做抗拒的一個行為 或者乾脆就放棄抗拒 那有時候是因為受到驚嚇 而沒有抗拒 所以呢 低度強制程度的一個審查重心 應該要以強制行為的作用力為斷 而不是以被害人的反應為斷 所以呢 有沒有看到我光念很快 因為重點部分我要停下來 從這裡開始就是你國考上的重點 只要存在一個行為人先行自造 使得被害人無助或難以逃脫的 外在不自由環境 就應該認為呢 行為人具備了優越支配 好那相對呢 被害人的意思呢 就可以認為是受到壓抑或是抵消 那至於被害人事實上有沒有去做一個抵抗的一個行為 並不重要 那即使呢被害人呢 基於恐懼或者是處於受強制的一個氣氛當中 我要放棄抗拒 或實際上根本沒有做反抗的動作 也應該成立本罪 何欣關鍵文字在哪 來 在這裡 低度強制手段他告訴你 你行為去營造一個環境或營造一個狀態 這裡你要說是狀態也好 環境也好 都好了 環玉老師他們這一派本來在寫書 現在都很白話了 反正是 只要是你白話文的意義是精準的就好了 所以我剛才講說 你行為人先行去製造了一個狀態或環境 那製造那個狀態或環境 能夠使得被害人怎樣 你對於被害人處於一個優越支配的狀態 什麼叫優越支配 回到我剛剛一開始 所講的那個意思 我剛剛一開始講了一個說 我知道這個女生現在剛開始喜歡瓶酒 但她並不知道 很可能並不知道說 這類的白酒 紅酒 她的後座力會這麼強 所以我就故意帶她去瓶酒 那我的目的本來就打算說 用瓶酒當作手段 讓她可以喝到慢慢的之後 我對她做性交行為 那問題 這環境是我製造出來的 這個狀態是我製造出來的 那當我製造到她說 喝酒喝到全身貪軟 無力反抗的時候 那不就等於是我製造這個環境 讓她處於一個難以抗拒 或不能抗拒 的一個優越支配地位了嗎 只要是符合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 來我們跟一般的高度強制手段做比較 我們兩個做對比 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是 來我帶你去瓶酒 另外一個高度強制手段 這典型的例子我把你五花大把 那個強度上是有差別 而且是極大差別 低度強制手段的人告訴你 我只要是製造一個 讓被害人能夠被我 去做一個控制的動作 一個環境狀態只要製造出來這樣就夠了 這就屬於所謂的違反邪運的方法 如果是像我剛剛後面舉的那個例子 在黃玉老師們這一派 低度強制手段構成二一 和心關鍵文字在這裡 這一邊如果你不太懂 你去連結什麼 正犯跟共犯 正犯跟共犯的區分 你就類似有點像犯罪支配理論這樣 懂了吧 你要具備有支配力 這一派我還沒講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只講到強制手段必要說裡面 林山田老師為主的這一派 跟黃玉老師為主這一派 這一派我要留著 待會最後講 留很簡單 實務上 國內學說上當然有人站在這一派 但更重要是實務上在這裡 但我跟你講 實務上自己都亂講的啦 所以法院的判決 某些判決 尤其是在 妨礙信主主對上 某一些真的像韓粉一樣 前後段都自己打臉的 所以為什麼妨礙信主在書上超難讀 那反正他在書上見解我們先留著 因為我們先把一個脈絡讀到通順之後 OK好 那我現在我要做一個結論 OK好你要猜哪一個隨便你 你要去猜哪一個隨便你 那我只能可能提供你的線索啦 目前大概有發表文章 而且我知道我在出題老師 蠻多人也不是蠻多人 比例上高了一點點在這裡 低度強制手段 而且低度強制手段 你可以看到後面實務見解 100年之後最高反應書件 開始在漸漸接受這一派學者的意見 所以他們才會把這一個名詞 丟到判決理由書裡面 OK好 那我待會所有的案例 我就要從這裡出來了 我等於在教你考試模式啦 一旦當譬如說考到神功恩案 或者是待會這一類 詐欺 詐欺是最灰色地帶 我用詐欺的方式 來做一個現交的行為 到底會不會構成二一 你就永遠想著 我國考上 第一個真意點在哪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二二一的真意點 客觀只有一個嘛 違反欺願的方法如何解釋嘛 所以當你在破題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就從這裡破題嘛 那破完題之後 接下來如果這裡確實是真點的話 強制手段必要說 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這些衡量標準就要寫出來了嘛 那寫出來之後 結論上如果我踩這個 OK好 待會你記住一件事 學者有時候在講話 寫文章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在教你考試 所以他們文章可能一大篇 那拖遠了他可能不知道 或者是說 寫了很多之後 他忘記去提醒 事實上他也沒有義務 因為他不是教你國考嘛 他忘記提醒說 把戰線拉回來說 我講的這一堆 還是得回到 我本身的抽象檢驗標準 來請問你 待會我們不管講哪一個 我舉個例子來講 詐欺 賈男跟乙女 譬如說有一天晚上 在一個私人空間裡面 一時乾柴 勾動地火這樣 然後拖到一半的時候 乙女突然 冒出去 我當然可以 但你要娶我 然後賈男腦袋想 先上個再說 我不會娶你 但先上個再說 這非常不是這種扎欺方式 這兩個例子 白嫖 對啊 對啊 去到酒店 然後去到酒店坐台之後 跟酒店小姐那邊說 OK 我們來性交易 但腦袋裡面講的是 我其實做完之後 我就趕快跑了 我不會給你錢 這種白嫖 算不算是強制性交 他也算是 詐欺的手段之一 不是嗎 還有包括什麼 神棍案當然也是嘛 還有包括國內有一類案例是什麼 婦科醫生 婦科醫師 他當他要替婦女做一個 特殊檢查的時候 他騙了婦女 到了最後 他用手 甚至國內有案例 用生殖器進入 進入被害婦女引導 那種扎欺案件怎麼講 你要怎麼判斷 我先提供一個 剛剛我們說如果萬一國好的話 就在這個真點 那我橫量標準都寫出來 我到最後是踩低度 強制手亂嗎 別忘了 不管怎樣都要回到哪裡去 不管怎樣的事實狀態 都要回到這裡來 OK 懂了嗎 你不管怎麼寫 就是要回來到這裡 看符不符合這樣的檢驗標準 就如果你自己手上有一些文章的話 文章寫了一堆 但你別忘了說 寫了這麼一堆 永遠都在檢討 有沒有到達這樣的標準 OK 我們來看到 110頁圓圈3 賀行文是以怪力亂神 為內容的一個欺騙呢 只要對被害人形成心理強制狀態呢 所以影響他的一個自由意識 則被害人的意思表示呢 就屬於無效 好 那全開惡害內容的特性呢 除了以非人力所能支配的 怪力亂神為內容之外呢 並利用被害人的無知跟錯誤呢 營造心理恐懼的方式為之 好 那 對於這種舉表強制效果的一個 詐欺的評價呢 不能夠去比照 恐嚇取材跟恐嚇為安罪的標準 認為那惡害內容是現實上無法實現 或人力無法支配 就不構成恐嚇 OK 先停止 中間這兩行 剛好我們上節課講過 我們上節課是不是講過 305條346條 來 這兩個條項剛好有個特色在 記不記得305跟346是個大包小的關係 我們上節課是不是講到 我們上節課講305的時候 甚至還多拉了一個法條出來哪一個 151啊 刑分裡面有三個恐嚇罪嘛 151條 151條 因為它是設計在侵害國家法醫治罪 所以它恐嚇對象是誰 不特定人 346 305是侵害個人法醫治罪 所以恐嚇對象一定是什麼 得特定之人 那差別又在哪 346比305多了一個主觀要件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你對人家做305目的是為了要取材 而且這兩個構成要件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共同特色 哪一個 他們都是開放性構成要件 所以在違法性的層面上要做 正面審查的動作 好 那當時候我們在講305跟346的時候 是不是講過 我們那個課本上有附一個實驗案例 有個小雜貨對人家說 那個什麼 我會讓法院判你死刑 我會讓上天很快就讓你死掉 那個案例是不是實物上告訴你 不會構成305 為什麼 上天又不是你能支配的 上天又不是自然 又不是人的行為所能夠支配掌控的 在305條346條裡面的恐嚇 這個行為手段 它有個大前提 必須要是人的力量所能支配的 才能構成恐嚇 但221的恐嚇 沒有跟305沒有跟346畫上等話 為什麼 保護規範角度不同啊 保護規範角度不同的時候 你構成要件的解釋上就有可能不同啊 所以黃耀玉老師剛剛那兩行在講這一個 懂了吧 譬如說神國犯這典型 神國犯講的都 你去想都是什麼 你如果不怎麼樣的話 然後你上天就會給你厄運啊 或者是神明就會 以前那個日本劇不是有拍過一個什麼神明的 懲罰是什麼鬼 可是有一群學生 我有一次無聊看到 日本人都拍這種電影 就是 反正你只要跟那個神明玩遊戲 然後只要玩輸了 玩輸了學生就要死掉 有換過那個戲 好啦不管啦 我的重點就是說 神國犯裡面幾乎都是用這樣 都是用這種非人類的一個 不是人的行為所能支配的事來恐嚇你 對不對 但這是不是221所能包含的 是 是 我們剛剛講346 305 他們的恐嚇概念跟221這邊不一樣 因為保護規範目的不一樣 好 我們再往圓圈3的倒數 12345 倒數第五行 好 走一開始 他說這個時候應該是具備有強制效果的詐欺 他的內容上會不會形成對被害人的心理 強制狀態 或者是被害人因而陷入孤立無援的一個無助狀態 如果有 人應該認為這個強制效果的詐欺 至少已經形成是被害人陷入不自由無助 或不受保護的強制作用之下 所以應該認為這個詐欺已經具備了 第一度強制手段的限時 我剛剛不是講嗎 學者不管寫了一堆 到最後你必須要很自覺的把它拉回來 你現在討論的要件到底是哪一個 來 我問你 神話案裡面 當今天如果那個師父告訴你說 那個 如果不跟童男性交的話 是厄運連連 對不對 交10個男朋友 10個男朋友全都劈腿 然後都會跑 然後那個 不管存了多少錢一定會破產怎樣 然後一輩子就很水小這樣 假設如果因此害怕 然後答應跟童男 童男永遠都是師父 反正那個場景都是 那個女生就問 童男 童男 這是要童男嗎 然後師父就站起來 我就是 大概場景上都是這樣子 那假設如果這種狀況之下 後來跟那個師父為性交行為 來請問你 那個所謂的師父有沒有 符合剛剛我們所講 你去故意鋪陳了這一段 然後讓他聽起來很害怕之後 你去製造一個環境 你去製造一個氛圍 讓被害人是處於在被你 優越支配的狀態之下 有沒有 有啊 所以算不算是 你做了一個低度 強制手段行為 算 縱使你是用詐欺包裝 我們剛剛講 詐欺本身是不是重點 不是 是你的行為手段上 有沒有到達黑板上的標準 懂了嗎 所以如果一叫神棍案的話 它是依照低度強制手段 很典型的 會構成像是性交罪 OK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到 圓圈四的部分 施加菲恐嚇的詐數 這跟圓圈三不太一樣 圓圈三那個部分 是有某程度上 我用鬼那個 鬼亂神的那個內容 可能會讓被害人心生畏懼 但圓圈四是不會的 好我們看一下 他對於被害人謊稱 要幫他做全身按摩 進按摩到被害人的大腿小腿 下體的 假按摩真尾屑 很好記啊 其實就記六個字而已啊 這個案例其實就是假按摩真尾屑 OK好 先看到這裡就好 問題點先丟出來 來 看到黑板上這裡 我剛剛講過譬如白嫖 去到酒店裡面跟酒店小姐約好說 我們要做性交易 但他真心 他自己主觀上市 我根本不會付錢 性交易完之後 我就找機會落跑了 或者是以結婚為前提 發生性交 但他事實上根本沒想要結婚 性交完之後 就說好我突然間不愛你 好感情事很難講 好不管 請問你 剛剛兩個例子裡面 會不會構成成性交罪 都不會 都不會 為什麼 問你 我們現在二二一的核心在哪 性交行為本身是否同意 那你當你今天在做個性交易的時候 實際上你根本沒想要付錢 OK好我們看 錢在這裡好了 或者是以結婚為目的 兩百二十一條 常識性交罪裡面有包含到 結婚有包含到錢嗎 沒有 我們學者概念都先不看 我們就把它分成兩層 一個是性交行為本身 一個是性交以外其他的部分 這很像 學過民法同學去講 當我要做個法律行為的時候 我要去跟對方做一筆買賣 你都會覺得他有個動機錯誤 例如說 我誤以為 我誤以為 附近要開一條或先進一條道路 所以我誤以為 這邊會 日後會蓬勃發展 所以我就跑去跟地主買了地 買了地之後後來發現 靠北我資訊錯誤 請問你 這個法律行為好不有效 一樣有效 你單純的動機收入 不會影響到你這個買賣 你就用類似的概念來看 我雖然跟你這個酒店小姐 談好性交易 但問題是 這個性交易是在性交以外 附加的 就好像我的動機是什麼 女生現在動機是 我願意跟你性交 但我願意跟你性交 我背後動機是因為有錢 那你撇掉你的動機那一層之後 你去看 這個女生當下 有沒有真的想要跟對方性交 有沒有同意 有 這同意是有效的 這個同意是有效的 白嫖例子裡面 同意是有效 一旦它有效之後 會不會構成二一 不會構成二一 懂了吧 騙人要結婚這個 一模一樣 現在你看到111頁 上半段這邊的倒數第五行 最後一句話 如果抓遍內容 與目的或對價有關 則不成立強行性交罪 例如說騙婚或是白嫖 因為被害人對於 要跟加害人為性交行為 沒有錯誤 只不過是誤以為 可以因此獲得 他所想要的一個利益 騙婚的情況比較類似 像民法上我們在講的動機錯誤 白嫖呢 會取得的一個對待給付 則可以成立的詐欺得利罪 但不會成一二一 這樣懂這個概念 你在理解上 可以像類似像我黑板上的圖 這個構成要件裡面 因為這是違反意願 所以核心的部分 我要先抓出來 針對這個核心問題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錯誤 有沒有因為你的詐騙 而陷於錯誤 導致這個同意是怎樣 無效的 聽懂我剛剛在講什麼 來我們要相對比 看到一百十一頁 回來到圓圈寺 我們剛剛在圓圈寺裡面看到 第二行前慢斷 對不對 就假按摩真尾械這個部分 各位好 有時候有認為應該構成強制尾械之類 但也有認為呢 詐欺不是強制手段 所有其他違反醫院的方法 應該做線索解釋 行為人所用的手段 仍然必須要跟強暴脅迫 具備有類似的強制性質 使徒當之 來欣購你 這段不要硬背 這段上游在哪 會有不同意見上游在哪 在這裡 尤其後面那一句講的人 一定是哪 哪一派人 踩高度 強制手段必要說的人 聽懂 好 往下再來看 他也有認為 試用詐欺究竟有沒有成立 強制行銷罪 必須要區分詐欺的內容 是否跟法醫侵害具備有關聯性 如果詐騙的內容 是跟法醫侵害有關 或者是跟法醫侵害的種類 或手段有關 將會嚴重的影響被人同意的效力 進而認為呢 這個同意是一個無效的同意 這什麼意思 就像剛剛最核心這個性交行為 假設如果是有重大的影響 那當然一定會導致這個同意無效 你看到111頁 第五位醫師呢 表示會以手指或是擴音器 對病人進行內診 但是在內診台上 卻以生殖器插入病人的陰道 此處呢 病人所同意的內容 是允許呢 醫師以手指或是器具的插入陰道 但並不包含以生殖器插入陰道 此處呢 醫師對於侵害法醫的手段 跟方法有所欺瞞 所以應該認為足以使得被人同意 有重大瑕疵導致無效 那我問你 無效要怎樣 還沒完咯 來 我們先停一下 這裡我們邏輯清楚一點 一旦當今天認為 當初這個病患的同意是無效之後 一定就構成了違反醫院嗎 你怎麼想太多 我們剛剛不斷在講說 一旦當這一類考慮出來之後 你到最後採的是低度強制手段 這樣的要求的時候 他的要求在這裡嘛 要符合這 所以你第一步 像剛剛有個例題 第一個你一直先解 他同意無效 同意無效完之後呢 答案上就立刻就是 強制性交 強制猥褻了嗎 不是 第二步要來看 有沒有到達這個標準 聽懂了齁 第一步先解 他的同意無效嘛 第二步再來講說 當時候的醫師 他故意製造這樣的狀態 有沒有讓被人處於這樣 被優越支配的狀態 那所以才能認定說 這個醫師的行為已經 達到低度強制手段 所以可以構成強制性交稅 聽懂的概念齁 這個是一階一階來的 我給我看完學者剛剛的意見之後 你有沒有發覺 你只要把近年的考古題打開來 幾乎都沒有 有啦 近年的法令考過類似一題 哪一題 那一題我稍微講一下 那一題是在考說 賈其實是 賈在網路上認識你 然後騙你說 來我們來玩SM 就來玩性交SM 然後呢 乙就同意 乙同意之後呢 到了汽車旅館之後 賈就說 玩SM先把你五花大綁 所以賈就先把乙五花大綁 然後把綁完之後呢 賈真人的目的是要拿乙的財物 就把乙的財物就拿走 賈的刑事責任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一題 因為是要講 剛剛 國內學者在講說 這個同意到底有效無效 它是類似的對比 來問你 賈巴乙五花大綁 甚至在SM過程裡面 讓以物以為的SM過程裡面 造成了 譬如那一題裡面 我記得他把絲襪扯破 然後把手綁起來 甚至在模擬SM的過程裡面 還做了普通傷害 來請問你 能不能在違法性層次裡面 得被函之承諾 可以主張這個 承諾都同意嘛 一樣要涉及到我們剛剛那個議題 這同意有沒有效 這同意有沒有效 我用最白話版來想 你要是那個女生 你當初同意SM代表什麼 代表你同意你被綁 同意你在SM裡面有點受虐 同意你在SM裡面 可能衣服要被扯破 不是吧 這有沒有真心同意 有 既然有 剛剛三個構成要件 縱使該當來到違法性 能不能阻缺違法 可以 他就可以依照超法規阻缺違法 那不是類似我們剛剛這樣的比對概念嗎 這是一個類比動作 所以其實 心法領域裡面有一些 其實上游概念有一些都是很像的 不用硬去死背它 好啦 學者的部分我們講這麼多之後 中文月二繞回來看 回來到109頁 食物還沒講 我剛剛講了 學者這邊 1 2 3都有嘛 食物我為什麼不寫 食物是亂的 食物上是亂的 來 看到109頁 瓜尾 強制手段 不要說 不需要吃強制手段 好 接近日常用語的 非心甘情願的含義 那一般 平常人都可能 基於各種因素 而心不甘情不願的 做成任何決定 所以 採 強制手段 必要說 無論是高度或低度 完全都不認同這一說 好 那 國內學者有人認為說 食物上 有部分判決是採罪說 我們看到下面這個 非常有名 被罵得很慘的 99年第740年決議 所以我們後面還要再提一次了 這個決議我們今天只要看第二行 最後一個字開始 假對七歲以上未滿 假對七歲以上 但未滿十四歲的乙 非和義為性交 或者乙呢 是未滿七歲者 假都應該論 222條第二款 加重違反意願性交罪 你看到條碼去 來 看一半晚上這裡 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要成立的前提在哪 先得成立而已 對啊 他得先成立而已啊 那所以 剛剛那個例子 對於未滿七歲人為性交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他前一句特別強調 你對於七歲以上未滿十四歲的人 非和義性交 那非和義就告訴你說 這個情況是很明顯的違反意願 但是他後面那句告訴你說 或者你對於未滿七歲的乙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並沒有把前面那一段的非和義丟進來 也告訴你 如果是和義的 一樣你會構成強制性交罪 那所以國內有一派學者就認為說 實務上這個行程決議代表他是猜什麼 強制手段 不必要說 因為縱使是合義的也OK 但實務上是亂的 為什麼 你在九五年第七次行程決議 旁邊自己注明上111頁 注明完之後我們就要來翻到111頁了 我不好意思 111頁這裡是講得更明顯 這裡是講得更明顯 我們看到下面那個九十年台上次 三四三九號 法新法221條第一項 所謂的其他的違反其意願的方法 而為縣交所 並不以 類似於該條項前段所列舉的 強暴脅迫恐嚇或催眠術等方法為必要 只要行為人以任何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方法 為縣交所均屬是 這段呼應了剛剛學者在講說 你從九九年第七次行程決議看得出來 實務上 這部分的判決是猜什麼 強制手段 不必要說 是看得出來的 不過說實在 這個判決的背景我們往下看 這個背景也是 這個真正的案例 它的背景也是國內學者猜 低度強制手段說的人 所舉的例子 這個判決我們從倒數 一二三四五六 倒數第六行 最後幾個是開始看起 他有一次摸我胸部 我很不舒服 說你不要這樣子 然後呢 對方就說 你再不給我摸我就生氣了 然後我聽了就很害怕等於 原判決也認定了上訴人 利用被害人畏懼毆打 不敢反抗的心理狀態 而為縣交行為 那上訴人的行為 能不能說不是違反被害人意願 而為縣交並非無疑 那原判決沒有於沈卓 直接就試用227 來 先停著 看一板上227就條文 體系表在上半部還是下半部 下半部 下半部前例是嗎 雙方合一 我先講一下這件背景 這件背景是二審判雙方合一 最高法院說 你會不會適用法條有所錯誤 因為被害人是陷於恐懼的狀態 行為人雖然沒有適用高度強制手段 問題是行為人對被害人說 你不讓我摸 我會生氣 我會生氣之後 依照被害人的概念是 對方只要生氣了 很可能就要動手打他 所以這個例子已經構成什麼 國內學者採低度強制手段說人 認為這個行為已經營造了一個狀態 讓被害人變成他所支配的一個情況 他符合所的低度強制手段 猜猜看行為人跟被害人有什麼關係 這件 婦女 這一個被害人未滿14歲 國內遭到很多的妨礙性子組的案例 是很多是類似相像案例 各位好 你別以為 來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對不對 你別以為實務上永遠只有這一個 待會你就會看到 我先讓你記住民好了 剛剛你在109頁這邊 99年第7次刑警決議 是不是住民的110頁 只不過是110頁這一個 是因為很明顯 他就告訴你 我採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我們來看到 你自己再住民一個 128頁 住民完之後我們先翻到128頁 先讓你頭痛一下 我跟你講 考到這裡 只要考到這真點 你要慶幸自己能拿高分 因為這時候高低分落差很大 128頁最下面就是100年 他上次4578號 你光看他第一句話就知道 強制我謝罪事 學理上所謂的低度強制手段 妨礙被害人一死自由 看到了沒 書上自己打臉 2124條一樣 都有那一段所謂的 其他違反犀怨的方法 對不對 剛剛你在109頁111頁 這邊所看到的是 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剛剛你所看到的 卻是採低度強制手段 書上可以自補充了 亂 好啦 國語上不要寫亂 國語上這兩種 你現在所看到的有 強制手段 不必要說有採低度強制手段 對不對 兩種都有 OK好 那我們來應對書見解 我們來解決神棍案 剛剛神棍案的部分 如果是採低度強制手段說 會成立21 那麼看書上他怎麼看 看到111頁最下面 99年台上次 6290號 這個判決 我直接帶你看背景 這判決超詭異 我講背景 詭異到爆 看到111頁倒數第二行 他一女士受到上訴的人騙稱說 她的朋友 有沒有看到 你看到詭異之處了吧 一般神棍案都說 你會怎樣怎樣 他居然跟那個被害人說 你的朋友會怎樣 好 他說你朋友呢 是因為生病吐血 所以生有異樣 而且呢被人家下隱骨 才會如此 那經過師父告知呢 必須要由一名女子呢 跟一名同男為性交行為 才能夠破解這個隱骨 否則呢 她的朋友就會死亡 然後呢 詢問A女是否願意跟同男性交為 幫忙破解隱骨 A女為言之後 心生畏懼 深恐她的友人將會死亡 所以才幫忙 那這個時候呢 A女的性子武決定權 身體控制權 已經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 這件後來成立而已 好 這判決的特色是怎樣 兩個特色啦 一 他對朋友太好了吧 這完全跟你一般看到的案情 真的差太多了 如果 如果我師父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跟同男怎樣的話 你朋友會 你立刻就拿起鞋子揍他了好不好 北七喔 當作我是沒腦袋的人嗎 好啦 我們回來到法律上的概念 請問你實務上直接用了一個沒爭議 哪一個 112頁我畫的底線 第二行我們看到A女文言後 心生畏懼 實務上其實有點奸雜 實務上這類判決 他不太像學者一樣 先有一個說理 譬如說我們剛剛在說 低度強制手段 你必須要是行人先營造一個狀態或環境 然後呢 使得被害人被你做一個優越支配 那 有這樣的鋪陳之後 有這樣的理由標準之後 才說神棍案他的情況是會符合這裡 那實務上因為他不太善於說理 實務上不太善於說理 他只好做一件事 我來做一個沒有生意的 哪一個 心生畏懼就直接帶進法條哪一段呢 恐嚇嘛 你師父恐嚇我啊 你恐嚇我讓我 心生畏懼 OK好 所有的分身都解決 對 實務上最會來最到 就是上個 上個節課我們講305 威脅他人要PO他人的私密照 實務上也是應用轉向的概念 明明侵害秘密的核心的 他應把侵害秘密核心應轉向變成侵害 名譽 那這時候近305就沒有爭議了 實務上很會來這一套 OK 往下再來看101年台上自1926號 他A女報案的台北縣警察局 板橋分身局政調隊 受理各類的案件紀錄表 受理刑事案件 報案三連丹等證據資料 都已經能夠認定 上訴人確實有騙稱說A女的鬼魂產生 又來了 導致A女文言之後 心生畏懼 為求驅鬼改運 並不得不讓上訴人手指插入A女運道 這件同樣也是判21 接下來再來看寫得比較好 但有罵人的一個判決 我們看到下面這一個 102年3692號 我先講這判決 這判決是 應該是最高法院第一個 脫離剛剛那一些 那我就直接帶入 師父對我恐嚇 然後導致被害人心生畏懼 這邊還有稍有點說理 來我們看一下 先從頭看 刑法221條第一項手規定的 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並不以類似同條項手列舉的強暴脅迫恐嚇 或睡眠術等方法違必要 其他行為主觀上具備 侵害被害人性自主的行使維護 以阻止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意願 受到妨礙任何手段均屬實 先聽著來告訴我 前面三行 套到黑板上 檢驗標準 他講什麼 他在講什麼 沒有喔 剛剛有同學在講 似乎是在講低度強制手段 沒有喔 他就告訴你 不以列舉的那些強暴手動的必要 事實上他比較偏向來說 強制手段不必要說 看到沒 惡習啦 什麼惡習 所以高凡的惡習就是 只要有一天寫出判決之後 另外的不斷C-C-V 完全就不管 OK好 那我們來看到話底線的部分 他如果以科學上無法 極為印證的手段 為有使 例如說以法律神怪 宗教或明信等等 有關行為的外觀 依照通常知識能力判斷 他的方法目的欠缺社會相當性 而且是趁人急迫無助的心理狀態 以能夠解除其困境而壓制人的理性思考空間 實際做成通常一般人不為損己的性交決定 這個行為就是屬於違反意願的方法 你知道說判決我剛剛講為什麼罵人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到1234第四行 你看人的智能本有差異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107年台上是3875號 這個是我自己選的 我進最高法院抓了一些判決 看到這判決真的爆笑出來 師父現在已經發展出可以選方案了 然後記不記得那個韓國那個超有名的騙子 與神通行 記不記得那個剛到他們死亡 剛到那叫什麼地獄嗎 不算吧 那不算地獄嗎 反正光到眼龍王那邊的時候 他們說喊貴人貴人 好貴人來了 來 我們看 來看1.3月 家女雖然選擇與上述人所稱的 貴人發生性關係的改運方案 但這是遭到上述人詐騙所致 而且因為上述人的說辭 家女畏懼運勢不好 未求改運限於錯的選擇 家女不是出於自願跟上述人心之養 所以最近也判而已 國考我要讓你自己模擬出來 類似這樣的考題 你要怎麼鋪陳 你要怎麼寫 一樣 神貴人到目前為止 你所看到我帶你看的事物見解 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都一樣成立而贏 只不是說理上 有沒有說得很充足而已 說理上充足要靠哪個部分來補強 學者的意見 譬如說你就是這邊一樣 來 一樣啊 我們現在做一個小總結了 這種題目一開始出來 真點一句話寫出來 就譬如說 本案行為的行為是否符合 221條條文中所謂的其他違反意願的方法 真點先打出來 接下來就是黑板上這些是不是要出來 那你結局上如果是踩這一個 說理上再來講說 師父現在不斷的以怪力亂神這一種 然後讓你處於一個恐懼狀態 所以他已經營造了一個狀態 處於一個優越支配的地位 所以已經符合低度 強制手段 所以該當221的手段了 那接下來再來分說 那實務上見解也是如此 那實務上你這邊就可以講了 實務上有一些就直接帶什麼 使被害人犧牲畏懼 所以你的行為是該當恐嚇的 你看 實務上很賤 實務上他手段都不敢明講 因為他知道灰色地帶在 他也不敢講詐欺 也不敢講恐嚇 因為好像都不太對 所以就一直往被害人這邊 喔 被害人犧牲畏懼 整個判決書裡面 你幾乎都看不到說 這個師父現在施用是個恐嚇手段 你看他就不敢大大方講 那你就是可以把實務上這邊 成立 例如說使被害人犧牲畏懼 或者說你如果記憶體夠 可以把122頁102頁 堂上次3692號那個部分 記憶體夠的話就把它再進去 反正結論都一樣 想一件事 當你一份考卷 你寫出來讓教授看到的內容物是 就是一個高中生 跟是一個研究生寫出來的 分數必然不同 想透了沒 OK 我們看到113頁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最高法院的見解 98年韓式3312號 這一個我先講一下 它的前提概念講什麼 再講這裡 詐欺 使用詐欺方式取得同意的 好 本紀元判決認定 上司文講了 利用相類與醫療關係 而照護的機會 為A女的進行拔萬 背部推納的行為 OK 好 那後面進去性交的翻譯呢 片稱以治療婦科為理由 先以刺激性欲的威兒柔藥物 塗抹在A女的信息 既而以舌頭跟手指的分別 舔疾或撫摸A女的信息 等到A女發覺之後詢問 後來又騙稱說 是為了幫她放鬆 致使那一女 誤以為是在進行療程 為人家以抗拒 OK 先停著 我問你自我判斷 同意有沒有效 第一層先判斷 我們做比對 把剛剛的白嫖案拿出來 白嫖案裡面是因為 女生同意跟這個男生性交 什麼事女生背後的東西是為了什麼 錢 但對於願不願意性交這件事是打勾的 對不對 縱使男方欺騙她 願意付錢 但因為付錢跟強制性交 本身是可以隔開的 看到了 那這件呢 這件是騙你說我要對你做什麼 做按摩嘛 做按摩推拿嘛 對不對 但我有沒有同意你性交 沒有 所以這個同意怎樣 無效 就同意是無效的 所以她會 還沒完還沒完 來 再一次 同意無效之後 國考真正的解答上 你不能就直接 後面就馬上解說 所以構成強制性交 你看太多 我剛剛不是講 高中生跟研究生寫說的東西不一樣 這一層層來的嘛 這邊只是先說同意無效嘛 那接下來你要去符合 違反其他意願的方式 你是不是又得回來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設了一個局嘛 我設了一個局 我本來我的正義 本來就是要對你性侵 只不過是我騙著說 你要脫掉哪裡 你要脫掉哪裡 所以我才能按摩 而且你要趴著 那我是不是等於 營造了這樣的環境 讓你處於一個 無助的一個狀態 我才能達到一個什麼 優越支配的概念嘛 那是已經達到低度 強制手段的概念 所以我才能夠符合二一嘛 OK 我們先收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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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買 不買 什麼 不行 那是